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Sara画室,我是Sara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来画一幅素描 所以我们需要的材料是素描铅笔,上皮以及擦笔 首先用长线画出上下左右的边界 这个是帮助我们找到画的位置,不要画得太大 把中间一分为二,上面画出一个长方形 这个是熊的五头 可以歪一点,让熊看起来更可爱 用弧线把长方形画成一个椭圆 这个是小熊的头 小熊的身体像是一个雪人一样啊 在头的底下,也是一个椭圆 画脚之前可以先让两朝直线 把脚的方向画出来 今天画的时候呢,让小熊的脚尖微微向内扣 所以画成像八字形两条直线 然后在直线上面,把直线当成椭圆的中轴线 画两个脚 画完脚之后呢,在脚的一圈用曲线画出它的毛绒 从头和身体的交界开始画它的胳膊 画好了之后呢,也给它画上毛绒 把毛绒的感觉画出来 另外一侧,同样的位置 用曲线画出它毛绒的感觉 记得画折线的时候呢 顺序是从上往下 让这个折的尖是朝下的一个方向 在熊脸的中间靠下的部分 画一个椭圆 这个椭圆呢,一定要大一点啊 基本上要从脸的中间开始画这个椭圆的顶上 这个是它的嘴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这个小椭圆的中间 再画一个尖尖朝下的一个扇形 这个是熊的鼻子 扇形呢,它像一个小扇子啊 所以左右两侧它是直线 上面是一条弧线 画嘴部的上边左右两侧 各画一个椭圆 是熊的眼睛 可以留出一个小圆圈 当做高光点 留成白色 其他的地方涂成一个黑色 到这里呢 这个熊的形状基本上就画完了 如果是低于八岁以下的同学呢 可以不把它画成一个素描 可以自己描线 把它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因为泰迪熊呢 可以是粉红色的 可以是棕色的 可以是黄色的 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颜色 甚至是彩虹色都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八岁以上的小朋友 希望把这个小熊画得更有立体感 更真实的话 那跟着老师继续往下画哈 好 换用2P的铅笔 在小熊的嘴的这个部分 用打小圈的方式 给它画上一层毛绒绒的感觉 在小熊脸的下方画一个蝴蝶结 画蝴蝶结的时候 中间是一个长方形 两侧像尖尖被挡住一点的三角形 或者是两个扇形 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画出来 画的过程中可以有一些方向稍微改变一下 这样看起来更自然 在小熊嘴巴的一圈 还有头的旁边呢 多加深一点 看起来立体感更强 耳朵里面也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加上 小熊的胳膊有一个转折 转折的位置要改变一下这个毛毛的方向 这样的时候画出来 这个转折面会更自然一点 立体感会更强 边缘部分可以适当的加深 画小熊的脚掌的时候呢 我先把脚掌一边的毛稍微加深 然后呢 用打线条的方式 在脚掌上面给它均匀的打上明暗 然后呢 用擦笔把这个明暗擦成一个绒的这种感觉 好 现在在小熊的脚和肚子下面呢 加一些阴影 因为光线照到从上面照下来 下面会有阴影 然后再把熊的肚皮上的毛 同样的方法 从上往下 一组一组的线条把它给画出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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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